民眾在臉書社團PO文 透露自己在美式賣場買了豬肋排 冷凍退冰煮排骨湯 沒有想到女兒咬湯時 卻發現排骨上有刀片 赫然發現排骨上硬生生插著一塊金屬 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 鋒利的刀片就直立在骨頭上 民眾也表示說還好女兒已經10歲 所以警覺性很強 發現不對勁就立刻吐了出來 但嘴巴也因此被刺了一個洞 但連續兩塊排骨連續兩片的刀片 也讓消費者相當的火大 北市消保官各衛生局跟食藥署 目前也都已經前往賣場積查 那目前賣場還在釐清狀況當中 表示這款豬肋排並不是在賣場分切 是廠商送來就已經切好的 那目前已經跟廠商聯繫 確認生產流程還有機具狀況之後 會再做回應